爱是民国和先辈的民众就回来 因为来自日本福岡的百年先辈老铺 终于是来台展店可以看到现场 开幕第一天人潮是抢抢棍 开幕首日店铺挤满近百人 不少民众一早就来卡位 整个现场都是人 店家名气这么大 就是因为这些产品 这是我们的招牌红豆圆饼 招牌圆饼外头是Q弹麻吉饼皮 包裹清甜红豆馅 或是北海道产花豆 制成的白线口味 重头戏鲜辈也不能少 和一般店家不同 采用月光米制成 多种口味也吸引民众巧慎 都想看 对啊 可以的话几乎都买 想说买一点它的那个 有名那个麻吉 这回来台展店 业者说耗时八年 才终于引进品牌 也是看好台湾人爱吃鲜辈市场 比较不会有期限的问题 这个鲜辈的话可以放着慢慢吃 然后送你有更方便 特调酱料搭配酥炸炸鸡 一口咬虾很对味 韩国知名连锁炸鸡 今年八月在板桥车站展店后 引起排队热潮 现在第二家店也确定要开 落脚台北101 11月2号登场 它比较精致或者是口味 它是比较偏好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国内 它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品牌 或者同样类型的餐饮开店的时候 它一个印上门消费的机会就提高 日韩名店抢来台还有大阪米其林 星级烧鸟餐厅和餐饮集团合作 推出新品牌 预计11月中旬开幕 还有京都知名咖啡名店 将在台南旧城区开店 但时间还没确认 从炸击到鲜辈 再到米其林餐厅和咖啡 越来越多日韩品牌来台展店 要抢攻台湾市场大饼 TV新闻上张慧贤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